还有两分钟 还有两分钟是吧 OK 好 欢迎各位校友参与今天的Hover Table 我们今天的整个进行的形式 我们非常欢迎今天所有的参与者 藉由Slido的系统 我们刚才也把网址提供给大家了 我们非常鼓励大家在 聆听整个Hover Table的过程当中 用Slido来进行提问 那稍待会在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即将开始我们今天的Hover Tabl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我请他开始了 嗯 我可以开始 我帮我去讲 好 各位Hover Table的校友们 各位参加的同仁 大家好 那今天很高兴 我们第一次以线上的方式 大家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好 线上的方式 然后开今天第一次的Hover Table 那今天参加的人数 有14个人 目前那我们报名其实有100个人 那今天就是很高兴邀请到 我们台湾最年轻的政委唐凤伟委员 那过去呢 他有很多在台湾的AI教育 以及科技产业方面的知识 跟他的作为 那首先我们就欢迎我们的会长 James Wang 王伟会长来跟我们致辞 欢迎唐凤委员 唐政委 还有我们庄药与副会长 还有我们今天的day chair文宣 各位学长 大家下午好 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 请到了唐凤伟委员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Hover Table 作为我们Hover Table的贵宾 Hover Table 过去十几年来一直是我们校友会很重要的传统 我们透过这个避免参会的形式 邀请学界政界或商界的领袖 跟我们一块分享 去年也很荣幸 我们请了賴副总统 跟我们分享一下疫情的时间的一些 政府的一些措施 我们去年秋天也请到了台医院创办人 张忠谋学长跟我们分享他大意在Hover的经验 我想这都是非常精彩的一次分享 我们今天当然也很荣幸 我们请到了我们最年轻的政委唐凤委员 来跟我们一块 唐委员在过去公部门 领导台湾政府的这个数位化升级 我们也看到在这次的疫情期间 这个数位化也对我们疫情的控制 做到很大的一些贡献跟帮助 所以我代表校友会再一次 谢谢唐政委来今天参加我们的哈佛校友会 我们把我们这个镜头交给这个唐政委 欢迎 欢迎 谢谢 大家好 不好意思 刚才那个麦克风有点问题 所以重开了一下 请问现在听得到吗 很清楚 非常好 很清楚 谢谢 好 那就非常高兴 这个大家在之前已经跟我分享了 很多大家想要听我讨论的一些题目 目前一共有八个题目 那就如同大家在我的背景 应该很快可以看到的 就是之前给的这个slido的页面 那大家可以不管是扫这个QR Code 或者是透过slido.com 然后输入1101124 都可以到同样的这个页面 那在上面有两个规则 一个是说是可以匿名的提问题 那这个就比webex好 因为webex虽然你在聊天里面提 我也看得到 那但是就没有办法问一些比较直接的问题 因为是具名嘛 那所以透过slido 就是能够去搜集大家想要问的及时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就是可以按赞 按赞的数量越高 那它会自动跑到我后面的这个背板的上方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知道说在场的各位朋友 就是彼此之间想要听的题目是哪些 那我就可以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进行回答 那我们今天表定的时间是到6点30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是在接下来的大概一个小时25分钟的时间 那我要讲什么就完全由各位所决定了 那好 那我们时间空间结构如果都OK的话 那我们就开始了 有两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从台湾出发的创新 从成功到所谓的商品化 风险仍然十分高 当然创新就是这样 那这个问题是说 从您的观点 要怎么样避免台湾出发的创新的死亡之骨 让有价值的创新能够发展到国际 同时政府未来要如何推动 还有协助避免有好的临床的需求 还有创意 但是却无法实现 这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最大的创新的帮助 就是如果整个社会都彼此了解说 现在的痛点在哪里 我们想要达到的共同价值是什么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政府真的可以帮忙的部分 我举例 好比像说 像我们去年2月的时候 大家不是口罩很缺乏吗 那也不确定要在哪里买得到口罩等等 那当时呢 就有一个新创事业的负责人 叫吴章卫 他在台南 他就自己做了一个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在手机上面回报 哪里买得到口罩 哪里买不到的 所谓的口罩地图 那当他发明这个的时候 我们完全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而且也不是政府的主意 他绝对不是我们的厂商 那但是呢 他的这个创新一发明之后 新闻记者非常喜欢 那立刻他就欠了Google60万元 他就进入了死亡之谷 他就把他的这个口罩收下来了 因为他要付这个地图的使用成本嘛 那但是我就觉得说 哎这样真的是太可惜了 那就是因为他有在我们的G0V 臨时政府这个社会创新的社群里面 我们大概有一万人随时都在讨论 这样子一些社会创新的事情 所以呢 他被这个Google这个给了60万账单的事情 一下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都在集思广于去帮他想说 哎怎么样抽缓他的供应链 改成开放截图啊等等 来节省成本 但是呢我看到这个想法之后呢 我就马上去找我们院长 那还有健保署的署长去说 哎那我们如果不要让这个一般人说 哎你用Google地图回报还有没有口罩 我们是直接请所有的药局的药师 再全部6000家药局 每30秒钟及时更新一次 好像分散式账本这样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把它叫做反向采购 就是说这个吴展伟还有之后江明宗 他看到民间的痛点跟需求 由他们来开规格 就是endpoint要涨这样子 但是我们呢反而变成政府像是乙方一样 就是去确保说 他们看到这个具体的社会需求 是有增幅的 不管是我们的指挥官在下午2点的记者会 跟大家说有这么一回事 或者像刚刚讲到的 在健保署的系统里面 我们加上这样开放的API 让大家可以不需要重头造轮子 那一下子大概三天之内 我们这个口罩地图的API 既不是特别帮 也不是特别帮江明宗 事实上在三天之内就有上百个 从LINE上面对话机器人 就是HTC的机管家 那到这个Voice Assistant 就是Siri啊或Google Voice啊等等 那甚至开放截图社群 还看到我们的数据的这个分布的问题 因为当时我们人口中心跟药局是重叠的 但他们发现说每个人要花的时间成本 其实在都市不是都市啊差很多 所以他们就找了这个高宏安委员来直选 那这个一听到这样子实际的社会创新者的想法 那我们指挥官就说委员教教我们嘛 然后我们在24小时之内就改成新的做法 那还包含就是能够预购等等 所以这个非常小的具体而为的这个主意 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是我叫做所谓 Peopl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以前的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都是政府想到已经要做的事情 然后呢去透过招标啊 这个其他公共采购的方法 然后跟民间一起协力 OT啊等等 那但是呢在这个例子里面 因为四分之三以上的人 要买了口罩戴了起口罩 这个是一个很强的社会价值 一个norm 而且一个很具体的痛点 排队的这个痛点 所以当我们的社会创新者 有任何一点点能够解决这个方式的时候 我们就反过来 好像他们对我们采购一样 我们增幅这个社会创新 并且确保说未来所有人 在做类似的社会创新的时候 都会变得比较容易 那我觉得这个是政府 无可推诿的这样一个角色 就是节省创新的成本 那如果你每次的成本 不需要付给Google60万 几乎零成本 都可以是一种新的做法的话 那你就可以有这个共同的价值当主轴 就可以不断的轴转 轴转不管多少次 因为反正没有什么成本 不管是透过群木还是中包等等 政府帮你把这些创业的最基本的成本 都吸收掉了 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换好几个做法 那到最后一定还是可以切合到你的主轴 然后并且发展到国际 事实上到去年3月才过4个礼拜 韩国就采用了这套系统 那当然之后包含日本啊其他国家等等 那都有跟我们这边的刚刚提到这些社会创新者 有很紧密的关系哦 我第一个问题会想通常会讲久一点 让大家比较有时间投票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了 如果大家随时有要就是分享或者追问的话 那都很高 我很高兴就是任何人随时按发言 然后打断我 就是不需要特别举手或怎么样 那随时都可以直接进入讨论 好 那如果没有要打断我的话 那我们就继续了 我们就到slido上面的下一个题目 有两位朋友们想问说 之前有看过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在大数据的未来 99%的人都是被研究的对象 被引导的对象 可能一趴之后都是落后 听起来真的是很悲观 那对于个人来说 是不是一定得成为大数据的专家 才能够不被落下 或者是有什么方式能够不被落下呢 想知道唐凤伟员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就是任何的系统 当然实际在做这些系统 像刚刚讲口罩地图等等 当然都是人口大概一趴的人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像G0V这一万人 那确实就是随时都在想这些事情 那但是呢 大概随时想这些事情 在台湾也就这么几万人而已 可是那并不表示说 剩下99%的人 他就没有角色 事实上 因为这些创新都是公开 都是开放的 任何人看到 像我刚刚讲到的分布上面的问题的时候 或任何问题的时候 他只要打电话到1922 或者是他是钥匙 他第一线去填那个口罩地图上面回报的表单等等 那只要他提出任何想法 他其实就变成共创的一部分 所以所谓的落后 我觉得并不真正意义上是落后 而是说你还没有把时间花在这件事情上面而已 当然如果我们现在创造出来的创新 不是开放式的创新 我们根本就拒绝后面的人 扮演除了韭菜以外的角色 根本就不能来进入这个共同创新 那当然也许这个讲法可能有道理 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创新 不管是口罩地图 或今年的简讯十连制等等 他完全都是开放的 就是先起提出这个想法的人 没有办法避免后面有更好的想法出现 所以所谓的end to end 就是不用问过前面的创新者 后面就可以创新 而且他的每一个部件 其实都是开放的标准 QR Code开放的标准 在手机上面怎么写一个QR Code扫描器 就算你找到会写的朋友 其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并不困难 简讯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子运作等等 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我们的alignment 就是确保社会上面每一个需要的人 我们这个技术是为他的需要服务 而不是要他来搭配我们的技术 这个就变成共创的起源 所以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 局一来说 像很多line的使用者 他们觉得在line上面加几管 加载去扫码 非常的不方便 尤其是android 这个镜头开起来之前 要按两个同意键 那但是呢 他们也没有就是白做事 他们跑去line的那个app store 去留言打一颗心 说line加朋友的那边竟然不能扫QR code 实在是太烂了 那所以那line的客服呢 就受到了非常非常多 大家这个具体的批评指教 那在大家批评指教一阵子之后 那line他作为一个跨国公司 那很快的就配合了我们的简讯实联制 所以加朋友的那边就可以扫简讯了 那当然也不只是line 台湾社交距离 台北通 趋势科技等等 每一个人都是在实际 因地质疑有需要的时候 就发明出一些 让简讯实联制 能够做得更好的方法 所以可见所谓99% 也被研究跟被引导的对象 只是他还没有一个灵感说 怎么样可以更好 或怎么样子 现在做法痛点是什么 他还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讲出来 但是只要我们有一些很通畅的管道 不管是1922啊 Join平台啊等等的这些管道 那这样的话 这个所谓的落后 立刻就可以变成超前 这个中间只是一个灵感 跟理解到别人的灵感 你也可以帮上忙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开放式的创行 尤其是跟数据分析有关的 是最重要的 就是alignment 它对我们的价值要有所扣合 以及accountable 就是如果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我们必须给出交代 而且如果真的有更新的做法出现的时候 要为它增幅 那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 那有两位朋友们问说 尤达大师说 这个尤达大师也是我的偶像之一 说你的专注 这个决定了你的存在 1977年诺贝尔奖得主 提出警告资讯消耗会 这个警告资讯会消耗接受资讯者的注意力 这个段子 那因此资讯的富足 会导致注意力的贫乏 那年轻一代 已经没有办法好好阅读完一本纸本书 看影片也没有办法超过15分钟 而广告接受的时间更只有1.5分钟 那人类的行为急剧的变化 同步带来大脑神经的变化 还有眼睛的问题 脊椎的问题 那个看法怎么样 脊椎的问题 我一律都推荐standing desk 就是站着打电脑 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眼睛的问题的话 那我是推荐说 尽量就是30分钟要休息一下 那一般的眼科医师也都是这样子说的 不过我想这位朋友 并不是真的要问眼睛跟脊椎的问题吧 要问的是说 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分心 我们为什么一直觉得说 进来的资讯好像一直打乱我们的 就是大脑的结构 确实我们脑里面大概同时 大概任何人包含我 都只能放7个左右加减2个 并行的概念 那每一次当我们在专注的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 如果我们中间被打断 不管是跳出通知讯息等等 而我们也许被打断处理的很好 但是等我们回来就是为context switched 脉络切换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用掉这7个筹码里面的可能两个 还在本来被打断那个情境里面 你回来就剩5个 如果再被打断 那又用掉2个 回来就剩3个 所以就算是没有注意力缺失症后的朋友们 随时也过着好像有注意力缺失症后的那种日子 就是因为我们的working memory 我们平时好像同时能够丢几颗球的那个平宽 被中间的打断所干扰了 所以我们越来越发现说 像之前我不是很公开说 我之所以可以专注的去做任何一件事情半小时 都不会在心里自己打断自己的原因 就是因为用了所谓的番茄中工作法嘛 就是有一个外在的外部的闹钟 每30分钟打断我一次 所以我不管做什么事情 我都可以非常非常专注 那完全不被干扰 那我的同事我的朋友都知道说 我要到第25分钟或每小时的第55分钟 我才会回去去看那个即时讯息 所以即时讯息就好像email一样 我看到的时候他都已经想得很完整了 就是因为我中间不会在那边 互相打断互相看彼此打字的这件事情 那当我这样分享之后 好像忽然之间番茄工作法变成一本畅销书 然后很多人都开始做这方面的节目等等 那可能不是因为我推荐的关系 而是因为大家真的对这件事情是有需求的 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变得更警醒 更警醒呢 首先当然要先睡够 像我很公开说 我都是睡满八个小时 那这样的话醒来之后 自然不会有一种好像成瘾性的 非得去划什么的这种感觉 那从那个就是刚醒来 没有非得划什么的感觉 开始去把一天要做的事情 切成20分钟20分钟的一堆番茄 那20分钟的事情 你给它25分钟做 那就一定是游刃有余嘛 提早做完还可以回去看一下 做的成果是怎么样 那最后只有在那5分钟 透过一种批次的同步的方法 去及时的跟其他人互动 那我自己呢从番茄钟这个方法 在我的工作上面使用到现在 已经十几年了 所以我现在并不是真的很需要一个 外面的闹钟 就是快到25分或55分 我自己脑里的闹钟会想起来 就已经内化了 那这样子的话 不管这个资讯再富足 我的注意力其实都没有被分心掉 所以也不会导致注意力的频繁 那是我个人的经验 希望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没有人要追问 我们就继续了 那有两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AI已经列入了我们108星课纲 科技领域里面的所谓的新兴科技 那这个新兴科技呢很有意思 就是每一个年龄层理论上都应该要知道AI 那但是所谓每一个年龄层 到底是从哪一个年龄层开始呢 以及要如何培养 具有所谓AI素养的下一代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在讲AI的时候 我们要先确定 我们知道AI指的是什么 有一些朋友他们讲AI的时候 他脑里是取代人类的这样子一个作用 就好像说这个人类不管现在做什么 那我们就用人工的方式 合成一个人类 就抽换掉这个人的这个做法 那早期的很多人型的机器人 Terminator 或者是最早的那个图灵测验 大概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在讲AI这件事情 但是对我来讲 这完全不是AI的意思 对我来讲 AI指的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辅助式的智慧的意思 也就是智慧是人的智慧 人跟人之间相处的智慧 所谓群众智慧 collective and connective intelligence 互相联系的智慧 像我们刚刚讲到G201频道上面 少万个人加在一起有智慧 而不是里面哪一个单独的人特别有智慧 这个智慧是在人跟人之间的空间里面 而让这个空间能够增幅 让我们能够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好比像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视讯 中间也用了很多机器学习 包含噪音的消除 我没有戴耳机 大家竟然可以听得很清楚 我旁边其实蛮吵的 那这样子的情况 这个中间也用了很多machine learning的技术 可是你会说这个镜头 或这个噪音消除的麦克风 取代人类吗 似乎不会 它是在人跟人中间 让人跟人中间更容易连接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说 assistive intelligence 辅助式的智慧的科技 最好的例子就是我的这个眼镜 那大家知道说我戴眼镜 是为了看各位看得更清楚 那这个眼镜并不是取代我 也不是取代我的眼睛 它并不是说大家在跟眼镜互动 没有这件事情 而且我看大家看得很清楚 不会说看个30秒钟 突然之间就冒出一个广告 盖板广告 我要等它倒数10秒钟 才能够把它按掉 那为什么 因为这个眼镜是aligned 它跟我的价值相一致 也就是说它不是服务什么广告商 而是服务我 那另外这个眼镜accountable 就刚讲到有bias眼镜歪了 或者是这个他broken眼镜坏了 那我不管是自己拿个螺丝起子修一修 或者是我拿去相口的眼镜行 我们不需要花个10年去逆向工程 他的黑盒子 我们也不需要付个几百万美金 去付那个授权费 也就是说它的价值的对齐 以及它给得出交代 这两件事情是不正自明的 大家戴眼镜的 应该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我们才真的可以说 它是辅助科技 因为它是empower 就是去增幅被帮助的那个人 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因为中间的AI介入 反而更削弱了我们的能动性 更削弱了我们的agency 所以你如果问我说 要从哪个年龄层开始 这方面的教育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越早越好 因为越早认识到 怎么样子有责任的去设计 去使用这些辅助式的智慧 大家才不会去用在 非常具有破坏性 或者是很容易摧毁 人跟人之间信任的地方 才不会透过AI动不动 就把别人物化或工具人化 那所以呢 应该是说 你什么时候开始 教你的小孩用火做饭 你就差不多同一个时候 就可以教他这些 关于辅助式的智慧的事情 因为你想一想 火焰其实也是一个科技 这个科技也是对人民非常重要 它也是把我们本来 是在内部做的事情 外部做 你可以烟熏 可以保持比较久之类 在那火焰同时也有它不负责任的使用 的话很危险的部分 事实上很多城市都因此而毁灭 但是我们现代的做法 并不是说变成只有1%的人 可以用火焰 剩下99%的人 只能吃他们烤出来的东西 而是说每一个人 从非常小的时候 就要学会怎么有责任的使用火焰 而且我们在建筑法规上面 我们在建隧道 或甚至任何的公共建筑的时候 都要先透过所谓的消防检查 所以同样的就是在未来 怎么样子是有伦理的使用AI 怎么样确保AI是不断 塑进人跟人之间的互信 而不是拆散掉人跟人之间的互信等等 应该也会有类似像 就是建筑师自己对自己的伦理的要求 消防的这些建材的一些标准 那还有这些刚刚讲基本的伦理的考量 以及从小的教育 这些都是缺一不可的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两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那台湾目前的AI的科技发展非常的蓬勃 那工部门也已经确实有非常多 跨部会的AI推动的计划 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国家下一步AI推动上有什么政策 其实大家如果今年有使用我们的5倍券的话 那在这里面就是关于数位的部分的推广 我们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就有云市集 就是在任何的店家 你想要用任何云端的 用机器学习来帮助你跟客户的关系更好 而不是说用机器学习取代你的客户 那这样子的做法 那我们政府补助八成嘛 那如果你在导入上面 从来没有用过 尤其中小企业或者一些商圈 夜市偏乡的地方 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做法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找一团5个人的叫做T大使 那T大使就是刚从学校毕业 刚从大学毕业的一些年轻的朋友 那不是说他来打零工当学徒 反过来他是当大使 就是Digital Native 以数位为优先来思考 用设计思考来解决具体的 在地的问题的这样一种大使 那这样子他在师父们 就是夜市们的带领之下 就是实际看到社会的问题 看到环境的问题 看到经济的问题 然后运用刚才讲到的设计思考 运算思维 然后去想一些机器辅助人 而不是人配合机器的方式 来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题 那一方面呢 这个是所谓的以战代训嘛 就是说大家就算只能解决 百分之六百分之七的问题 但是至少就业显然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他跟这个比较资深的同仁 是平起平坐 就是互相都有对方想要学习的部分 那二方面也是同样重要 就是他可以 就是Dismystify 就是可以让我们的中小企业 不会觉得好像AI是一个黑盒子 是一件神秘的事情 事实上在这些T大使的协助之下 以及在云市集吸收掉 百分之八十的先期的 使用成本的情况之下 所谓的大数据 所谓的AI 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 而且可以直接解决他们的痛点 所以大概简单的来讲 就是Bring technology to where people are 把技术带到大家实际在的地方 而不是Ask people to adapt to where the technologies are 不是让大家非得去搭配 去配合我们这些技术人员 所规划的情况 那这个我想也是刚刚所讲到 辅助智慧最主要的一个概念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两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现代人有很多的网络工具 都可以来帮助度过一些零碎的时间 好比像说通勤的时间 睡前的时间 甚至是个人用餐的时间 但是想要认真思考 这些浏览网度的需求 究竟是不是必要 尤其是社群网站 它越来越陷入同温层的状态 非常好的问题 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的 就是我只要是使用触控荧幕 我就很容易误以为 荧幕上的东西是我的手 或我的脑子的延伸 然后很快呢 尤其是在睡前 就变成不是我在划荧幕 变成荧幕在划我的 也就是说我丧失了能动性 变成上面有什么 亮起来一个红色的按钮 我就要按一下 亮起来什么东西 我就要划一下等等 后来呢我的解决方案是这样 就是其实我从Pound Pilot ShopZorus iPad Pencil 一直到我现在手上的Note 绝对没有业配的意思 我都是挑这个Stylus 就是有一支笔的手机 或者随身的助理 那我就发现说 因为我用这支笔的时候 我得先想到我要按哪里 我才去按哪里 它中间隔着一层 所以我就不会有一种好像换支 就是手机从我手上拿走 好像手指头断掉 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就不见了 我不会就是跟它黏在一起 那所以呢 不管是透过一支笔 透过声控 透过键盘 透过触控板 透过滑鼠 反正呢 只要我跟这个荧幕中间 有隔着一层 我就发现说 完全不会有这种好像零碎的时间 这个不必要的晃动等等的状况 我就比较时间去想说 那我现在感兴趣的关键字是什么 然后我透过这些关键字 一次去跟网路上面 同时也在关心类似的题目的朋友 来互动 那这样子自然就不会陷入同温层了 因为同温层按照定义 就是一群平常互动惯了 所以下次想到互动 也是想到他们的一些互动的模式嘛 但是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 我是以主题标签hashtag 关键字的搜寻为主来出发 那我每天只要想到不同的关键字 不同的主题标签 我就透过这些主题 去认识一些不同的人 再透过这些人又认识不同的主题等等 那这样子交友圈就比较开阔之外 那其实也有点像slido这样子 就是就不会陷入好像笔站 这样子的情况里面 slido是没有回复功能可以按的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真的很想说些什么 那你得自己去想出自己的一番见解来 所以就不会像在脸书上 大家很容易打脸都不能打输的这个情况 但是如果我是用主题标签 用关键字去接触脸书或推特 或其他的社群媒体的话 那这个用法又回到跟slido一样了 就是我不会陷入那个讨论串里面 而是针对这篇文章里面 特别有某个关键字的部分 就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来进行对话 那这样子自然就不会越趋陷入同温层的情况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在场呢 就是谢谢唐峰 那在场有没有人如果有提问的话 刚刚唐政委说就是也可以随时提问 比如说就是刚刚这一个网络的议题的interactive 那但是我问一下这边我的问题 就是如果这个自己要提出见解 但是有时候这个社群的network 就具体在这个同温层的小众里面 就是他们其实也有限制一些外面的人的进来 或者是其实不知道这个方式的话 政委要怎么鼓励我们就是可以走出来 然后跟更多不太一样的 variety 接受大家的 variety 跟不一样的 heterogeneity 这样子 所以先确认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有这么一小撮人 然后平常已经有一个很固定的世界观 那现在你想要引进一些比较多元的想法 那所以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而是类似不知道救救我们的上一代这一类的问题 然后所以你要去跟这些比较固着的朋友们 介绍一些新的观念的时候 怎么样子才能够让他们听得进去是这样吧 对或者是像通常的话脸书 其实社群它有自己的限制 就是你要怎么样 那像我们很流行的podcast 也是你要接到你的invitation 你的朋友介绍朋友 就是它其实还是有一些barrier 或者是设一些strange hold在那里 那怎么样就是welcome 或者是在open minded 可以去然后跟其他 对就是在呼应到你刚刚的解释上你的问题 是怎么样再让这些人可以welcome 那甚至是像line群组好了 我也遇过在一些比较年就是长辈们的群组 那有时候他不高兴谁的发言 有时候会有这些就是比较是同温层 在里面互相取暖的问题 那其他人他可能就把他踢出去了 或者是reject他的coming就是进来这样 类似在科技上好像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延续刚刚这个slide上面的问题 是 对我想生理年龄 其实不能够做准了 重点还是网路年龄了 我刚刚讲的那些T大使可能才22岁23岁 但是他网路上的年龄可能已经156年了 因为他从小就开始在网路文化里面去互动 那但是他所就是当大使指导的这些比较资深的朋友 对于数位转型比较害怕的这些朋友 年纪可能已经四五十岁五六十岁 但是他的在网机网路上面社群互动的年龄 可能是有499吃到饱之后才开始 那个事件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个事件 所以意思就是说可能只有五年左右 那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 这个比较像是问说 那我们一个比较成熟的 可能已经十七八岁已经成年了 十八岁成年的网路年龄的人 怎么样带领一个可能还比较懵懂的 五岁六岁的一个网路年龄的人 所以可能不要看生理年龄 这是我第一个建议 那第二个建议就是说 其实就跟小小孩 他可能会一开始就很容易分成 全部都是好人 全部都是坏人 都是我这一国的 都是别人那一国的 其实五六岁的小孩 你如果相处过很多人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那其实我们如果在做教育 尤其幼教的 其实都会说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让他在一个他比较舒服的环境里面 然后你很仔细的去听他讲 也就是说 如果他能够先唱所预言 把他对于什么好 什么坏 什么是我们这一国 什么不是我们这一国 等等的 那都有一番描述 那这个描述呢 不是他觉得好像对着空气讲 而是说中间 我们所谓的active listening 就是说 你会很主动的去确认说 那你讲的是这个意思吗 你讲的是这个意思吗 等等 你去确保说你不打断他 但是你复述他的话的时候 他也不打断你 那很快就会到一个情况 就是你可以接得上他的思路 因为你比他成熟 那所以你可以接得上他的思路 这样他的思路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引导 这个王露年龄可能五六岁的小朋友 说 那你还可以再这样想 你还可以再那样想 但是因为你是已经接上他的思路 已经是到就是他想到这边 已经觉得有点卡住的情况下 然后你透过一个诠释的动作去说 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你还可以去找这些人 或者是你觉得这种想法有没有道理呢 那从他讲法 其实就会觉得说 你是在帮助他想完 他没有想透 或者没有想清楚的那个部分 但是如果他还在讲他自己的经验 或最早的那一部分 你就打断他 或者就说 不是啦 根本不是那样子等等 甚至去fact check他 去说你讲的不是事实等等 那当然这个小朋友就跟你闹 这是一定的事情 所以我的具体的建议就是说 透过类似像积极聆听的方式 而这些打字有时候比较不容易 有的时候反而是语音对话的空间 或像现在这样子的视讯比较容易 那在他的这个脑坡的延伸的 这个路径的范围里面 等到他脑坡已经差不多了 发表完了 已经比较弱了 然后你在接续上面 他就会有种 这好像是我自己的想法 延伸的想法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大家说我会操控脑坡 并不是这样子 我只是听大家讲的时候 有时候会听得比较清楚这样子 正维的回复 那如果在场的听众有问题的话 也随时就是可以提问 那我们请正维再继续 谢谢 如果真的如果随时 就是要像刚刚那样子问问题的话 就随时问了 不用特别举手 好 那我们就继续了 好那在slido上面 因为现在剩三个问题了 所以我现在会花多一点点时间来回答 这三个问题 那要追问的话 也随时欢迎追问了 有两位朋友们问说 在网络时代 许多社群媒体上面 都是美化过的生活 已经加过滤镜了 那像是被统一标准化的外表的美观 就是大家都用那些滤镜了 人生胜利组的标准 高富帅 白富美 买车买房等等 那对于这样子的现象 要怎么样子应对 不过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你这边提到比较是showing off 就是有点像是显破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当然在疫情前是这样没有错 就2019年以前 很多都是非常就是奢侈品等等 那有有这样子一种 我也觉得就是很让人忧心的文化 那可是我自己的观察 全世界的范围内 在2020-2021这么惨的两年之后 现在就是在上面去 就是去show off 其实已经过气了 已经不是一个就是会能够赢得social capital 不是一个很容易赢得社会资本的一个方式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还有非常多人 过在非常惨的情况下 那这个完全没有同情心 那也真的是太过分了吧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是所谓的 当然有一个词叫做walk 就是说比较觉醒的一些审美 那不管是说我们的生活当中 又减少了多少塑胶 这个又减少多少碳排 又促进了多少族群融合 这个政治又多正确 当然也不太可能推到极端 但是反而这个部分 那变成了就是至少跟之前的 这种高富帅白富美买身买房 至少是可以等量齐观了 那但是这种所谓的virtual signal 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做了善事 并且为善想要人知 它有个好处 就是说它没有那么标准化 每次大家都可以想到新的梗 去virtual signal 那从最早的说 我敢用一整桶冰水泼在我自己身上 体验见动人的感受 而且我tag三个人也要做一样的事情 那到这个我举起一杯这个 我们的珍珠奶茶 然后说希望所有喝珍珠奶茶的 这个追求民主的朋友们团结起来之类 等于每天每天都有更多的创意可以出现 而且他们中间互相不可共良 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共良的部分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应对它的方式 就是提出更多的创意 那这个创意不是靠既有的滤井 虽然当然既有的梗是蛮有帮助 但是应用这个既有的梗 说出更多的话来 大家如果有看我最近 不管FB Twitter Instagram 贴了同一个影片 就在那边摇珍珠奶茶的影片 你说里面有没有用很多的Internet meme 是不是用了一些 这种就是引人发笑的这种 meme 大概是有吧 包含什么那个撒盐的那个 salt bay啊什么之类 但是那个只是告诉大家说 是接续网络文化 但是我要讲的 其实是一件很认真的事情 就是开放式的创新 任何颜色的珍珠 任何豆奶或牛奶 任何茶 包含南非国宝茶 混在一起 都可以有他因地制宜的民主的滋味 那这个就是一个contribution 这个就是一个贡献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别人又可以再remix 继续去二次三次的这种创造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不要用单一的品位去居住住自己 因为品位是排除其他人的 那反而是要创造 而创造的门槛透过二创三创 网络名现在已经非常低了 所以当你开始创造的时候 那这样子就可以自然不受现有的这种 大家都放在同一个跑道上面的 就是跑第一名第二名的这种 线性的标准所制约 而是你每次想到一个新的梗 你就转身跑自己的一个跑道 那按照定义啊 你就赢在起跑点上了啊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两位朋友们问说 在追求进步的过程中 如果忽略理想跟现实的距离 往往衍生出来就是虚应表面 表面上的功夫 那想要询问政委 对这样子的情形有怎么样子的看法 确实是这样子 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就是开放街图社群在去年发现 我们口罩的分布跟人口的区域是对等的 但是跟大众运输的 每个人花几个小时去药局是不对等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忽略这个理想 就是我们只看地图做事情啊 而跟现实就是每个人要搭公车啊 要搭这个捷运啊等等 是有距离 那但是为什么就是没有虚应表面 而是最后真的包含口罩2.0 3.0 解决了实际的问题呢 就是因为我们empower people closest to the pain 就是越靠近痛点的人 我们就越增幅他们的创意 或者说关于谁的事情就要有谁的参与 就像刚才讲的 因为它的整个运作都是公开的 它的原理其实几句话就讲了 所以当这样子的系统造成大家的不方便的时候 随时任何人都可以提出 那不然你要怎样的这样子一个问句 那还真的就可以怎样 你就可以改变 变成可以有预购的可以分配更均等 要是号码牌发完了想按个键消失在地图上 这也是第一线的要是提出来的等等 自然就没有虚应表面的问题 那在这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政府不能够有一个 好像避其功于一亿定于一尊top down shut down lock down等等的这样子一种想法 说只有我们想的是最对的 那民间是绝对不可以使知之 只能使游知 绝对不可以有这样子一种专制集权的想法 那像今年的简讯十连誌 就算我们觉得说这样子扫了直接送出来真的很方便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任何时候说你不能有新的做法 我们也从来没有说本来的纸本就消失了 任何时候你如果觉得刚好没戴手机 旁边也没有朋友 你还是用纸本 甚至也有民间的创新去刻个连续章 就是不用盖印尼的那种印章 很多部落的长辈盖一下就进去了 绝对比扫QR够快 但他也是很高兴有简讯十连誌 大家都跑去扫QR没有人挡他的路 他盖个章就进去了 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前面的创新 不排除掉后面的创新 当创新是开放式的 那就算一开始是比较虚应表面的这些做法 也可以因地制宜的在接近痛点的人们的协助之下 那变成实际能够解决事情的方案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有三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对于政府推动双语教学 或者达成所谓双语国家的这个vision 有怎么样的想法 那至于双语教学的策略 对于本土语言或文化的压抑 是不是同意 其实对我来讲 所谓的双语 就是所谓的transculturalism 就是说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文化 来想你本来文化的事情 不管是你看着这个 像我现在是看着中文字幕 但是我在脑里其实是用英语在想 我的working language是英语 那或者是说你有在地的一些文化 不管是台语的特语的等等这些文化 你知道用在地的文字把它记录起来 但是你有外国人来的时候 你可以用英语看着这些在地的文字 跟我记得有人分享 这个也是双语 所以我对双语的理解 其实比较像是其他一些东南亚国家 对双语的理解 就是它并不是一定是mangarin 加上written english 好像说mandarin 说华语 现代汉语 然后再写英文 好像是现在大家 对于双语国家的一个刻板印象 但对我来讲 就是能够很自由的去组合 各种不同的语种 包含我们的本土语言 我们20种国家语言 包含台湾首语等等 那我觉得任何两种语言 一个在语 一个在文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子组合起来 那我觉得这个才真正意义上是一个白灵国内省 那随着越来越习惯 就是我们的机器翻译 机器学习 自动加字幕等等 刚刚提到辅助式的科技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 这真的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 这个指挥官一面再开记者会 底下一面就合成字幕 这个合成字幕立刻又可以及时翻译等等 现在好像是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 但是其实在五年前 这个还是非常昂贵的科技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随着时代跟我们的辅助师科技的进步 其实跨越语言的繁衣 的那个心理障碍 我觉得才是双语政策 真的要跨越了这个部分 而不是说一定要把它 大家规定在说Mandarin 写英文 或者看英文 听Mandarin 等等的这样子一种固定的 百灵国的这种语境里面 那这样子我觉得才不会造成压抑 那以上不代表教育部论点 我的个人的论点 谢谢 那有两位朋友们问说 新的数位发展部 目前筹备情况如何 目前以我的理解就是 立法院对于它的组织法 那目前还在审议 那数位化跟大数据时代 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但是真的有必要 特别来成立一个新的部会吗 数位科技跟AI的应用 应该落实到各个工部门 当然这是讲对内的啦 由单一部会来负责 那是不是真的是 比较好的策略 这种看法如何 那当然其实数发部筹备处 大家如果最近有注意新闻的话 目前正在跟公平会讨论嘛 那郭奥黄老师 郭政伟正在想说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跟跨国的这些 理论上是促进言论 但是实际上对新闻自由 也有一点剥夺的一种 好像不能说是准主权 但是至少有治权的这些跨国平台 能够像其他的国家 像澳洲啊等等一样 讨论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这样子一个做法 那但是这样子的工作 想一想本来是哪一个部会在做 本来没有任何一个部会在做 本来不存在这样子一个部会 我们也不存在一个外交部驻系股大使 不存在这样子一个职位 那事实上我们如果去看全世界的话 关于这种在数位世界里面 类似贸易谈判这样子的活动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有一个 special rapporteur 或者是一个digital ambassador 在法国是叫digital ambassador 或者也有叫做digital minister 等等这样子来负责 所以我想对内就是这位朋友说 就是网内的数位化 应该是所有的部会都要数位化 这个我绝对是完全同意的 但是对外就是有没有一套 我们在网路治理上面 能够持着网际网路一些最基本的 就是开放自由多元等等这些价值 但是呢又不要因为 就是一些不公平竞争的关系 让我们的民主人权实质上倒退 那这个还是要有人来主张嘛 那所以就是如果就是你目前已经想到说 有哪一个现有的部会 就已经整天在主张这个了 那就麻烦跟我说 但是以我的理解 不管是刚刚讲到的公平会 还是NCC 还是经济部的工业局 还是国发会的资管处等等 其实目前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mandate 所以就算只是为了这件事情 然后把我们刚刚讲到这个office 能够整合在一起 那我觉得有这样子的mandate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还是蛮重要的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结果下一个问题 立刻就接着这个 Jason问说 常听到国内外新闻媒体 提到就是大陆 这里指的应该是中国大陆地区 在对台湾进行disinformation campaign 或者用所谓的网军来影响台湾的言论 但是呢 这位朋友认为说 在台湾的日常生活当中 并没有强烈的感受 到中国大陆地区所来的misinformation 那这个问题是说 想要请教 大陆方面是怎么样子 在台湾散布所谓的假新闻呢 我是不会用这三个字 那但是就是 对 那情况严重吗 以及我们的政府 台湾政府是怎么样子去应对 那我首先说明 为什么我们不使用假新闻三个字 因为在英文news跟journalism是两个字 但是在中文是同样的字 就是新闻 新闻工作 新闻业 那如果我说fake news 假新闻的话 新闻工作者往往就会觉得说 这好像是在批评他们的新闻工作 不管是标题下错啦 或者没有查证啊之类 好像是在批评新闻工作 但是事实上 大部分人在说这边的事情的意思是说 他根本就不是news 他根本不是新闻工作 他根本就没有查证 他做的其实是新闻的反面 他假冒成新闻 但是就是说 内容的跟形式的 还有标题的 这些当然都可以被叫成假 所以就是讲假新闻 基本上就是在讲三个 就是完全操作型定义 就不重叠的事情 那有点混为一谈 所以我们自己这边 我都是说假讯息的危害 假讯息危害防止 那这个是我在2017年就提出来的一个见解 那也很高兴 就是目前主则的罗秉承政委 那也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 有就是告诉行政人所有同仁 我们讲的就是恶意虚假危害的 假讯息危害 跟新闻工作像是反面的事情 根本就不要提到假新闻 三个字比较好 那这位朋友也要我举这个具体的例子 那当然这个我一项最喜欢具体的例子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那如果就是您在2019年的11月 当年没有看过这样子一个讯息的话 那表示说这个你的交友圈 你的密切接触者中间的那个抗体量 抗体浓度本来就很高 这个R值在你的密切接触者那边 可以降到零点几 可能降到零点二零点三 大家都戴口罩请洗手 已经打了心灵的疫苗 但是在某些群组里面 这些真的是传的非常广的 那时候R值可能到三 就是平均每个人看到会传给三个人 那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香港暴徒的酬劳曝光 所谓杀警察最高给2000万元 那在当时还有一个就是看起来就很可怕 的这样子一个photo这样子一个相片 然后说什么13岁的小暴徒参加几次暴乱 买了iPhone手机游戏机跟名牌的运动鞋 打算叫亲弟弟一起来杀警察 等等的这样子一些传播 但是很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在香港是没有传的 因为这个讯息在香港R值是一个领头 大家都有抗体 反而只有在台湾传 那为什么2019年底要在台湾传这个呢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当时的总统选举 香港的议题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议题了 所以如果破坏掉大家对于香港的民主抗争者的印象的话 那总统的选举可能结果就会截然不同 那么我们看到说这张照片其实是真的 它是路透社的一个照片 但是路透社在底下只有写说 游行期间有抗议送中条例的少年示威者 要求香港进行民主政治改革 他们完全没有讲别的 所以可以说是不但倒图 就是把人家有著作权的图片拿去了 而且呢还断章取义 而且呢还自己在那边挽掰 那所以呢在台湾这个传的那么多 我们怎么解决呢 我们的解决方式可能也是后来大家比较少看到这些讯息的原因 就是增加大家的抗体浓度 怎么做呢就是叫做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就是当我们发现有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并不会把什么下架 完全没有下架的问题 事实上台湾我们的行政院是没有办法要求这些公司下架的 但是我们所有的不管是LINE Facebook PTT等等 当时都签了一个自律的一个协定 就是说有点像是大家主动回报垃圾诈骗邮件 足够多的人回报到165啊或国际上spamhouse之后 我们确定这个是诈骗的邮件之后 类似的内容以后就quarantine就隔离了 就跑到你的垃圾邮件资料夹 并不是下架 但是你要时间很多的时候才能够去看 去解隔离去减低它的传播度一样 那同样的就是它上面会有标一个这是垃圾邮件嘛 那所以这个讯息呢 当时如果大家在Facebook Line等等上面有转传的话 就会看到你在转传的时候 或你已经转传了你回去看的时候 在上面就多了一行字 说按照台湾视察和中心的查证 这个讯息是从中央政法委长安件的微博账号 散播出来的 也就是说这确实是一个dis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因为它是非常overt 它是台面上的 它不是静悄悄的台面下的 人家的微博账号中央政法委 就贴这样子一个造假的讯息 那当然后面有很多二次的协力者 在那边remix加了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东西 那所以我的意思只是说 我们之所以notice and public notice的这个做法 是我们偏好的方法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如果当时下架这些讯息 强制下架这些讯息 不但我们比较倒腿 我们变成好像学老公的做法了 而是说我们的这个做法 也会让这些跨国的这些人权组织 这些NGO不敢搬来台湾 他们才刚被赶出来 他们要找一个真正有言论空间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在大家发现说 这个真的是中央政法委查案件 每个人可以自己查证 确实是这样之后 那不是说转传的人变少了 而且他转传的frame就不一样了 就是变成是那大家会彼此提醒说 那真的有这样子一个好像要 搅乱一池撑水的这件事情 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我们就有一个比较横平的一个言论市场 不是说不能传 而是说在传的时候知道说 这个讯息的来源是怎么样 那又或者说 这也是去年年初 一个试着来做 但是没有成功的 这个的R值可能比上一个更高 就是在去年1月15号 所谓蔡英文之所以大胜 是因为源头性的大作票 CIA提供它两种特殊的隐形墨水 你不管盖什么 你的墨基都会慢慢消失 而在开票过程当中 蔡英文那一格上面 就会有另外一个墨水 慢慢的浮现 那这样子的一个谣言 其实在美国大选的时候 也有出现过 我们这边算是什么 Beta Pilot 就先在这边试试看吧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我们怎么样解决呢 我们就是让所有手上有APP的 不管它当时的APP叫 川云建 还是它的APP叫鹰眼部队 另外那个我忘记叫什么了 但是无论如何 都是它可以直接在开票的当场 不但可以设露营 而且可以用公民的方式来进行计票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不管你是哪一个党派 你的YouTuber跟人家的YouTuber 立刻就PO了同样的讯息说 说什么源头大作票 根本没有这件事情 说什么开票开到4号 那个是立委那边的开票等等等等 所以就不分党派的 大家好像拼图一样 都可以把事实拼得上去 那拼上去之后 当然自然这些资讯操弄 就没有用武之地 那所以希望回到这件问题 就是说确实它在18年19年 是比较严重的 但是也因为我们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这个做法奏效 而且我们Social Norm 就是刚刚讲的这些视察和这些朋友 那也向这些就是国际的平台 谈判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法 及时的在网路上面打广告 因为在以前Facebook是你只要付广告费 就可以跳过事实场合 那这一条路呢也被堵起来了 在我们2020年的选举的时候 因为我们民间社群的要求 所以Facebook是在台湾是首先 应该是最早几个 可能是最早的第一个 来试着说国外的朋友不能够下 这个社会跟政治的广告 而且国内的朋友 必须要比照监察院的开放资料那样子 及时的公开他怎么下广告 触及到多少人 而且不能说下下都下下 全部都保留在所谓的广告的 Library Ads Library里面 所以如果有人胆敢试试看这个的话 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很快所有人包含他的竞争对手 就都知道了 所以我想刚刚有分享一些太阳了 但是主要都不是说他要捧谁或他要打谁 而是要摧毁大家对于民主的信任 然后觉得说威权是好棒棒的东西 那我觉得在我们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这两三年之后 我觉得大家都有起码的心灵的抗体了 那这也是让我觉得心理 就是心理比较好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好像没有因为防疫而牺牲大家的 就是上班的移动自由一样 我们也没有因为这个讯息的疫情 而限制住大家的言论自由 我们没有用所谓的事前审查 或用行政院的大家下架的这个方式来应对 那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如果没有追问的话 我们还有半小时对不对 那我们就接下来就继续三个问题 有三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那请问政委怎么样营造一个有温度的AI科技 所谓intelligence assisted environment 非常好的问题哦 那我刚才也有分享就是alignment and accountability 对其价值给出交代 那我这次想要讲的就是说 如果对其价值给出交代太抽象的话 那我的具体建议就是说 我们如果在发展AI的时候 不要去想deep learning 不要去想深度学习 而是先想最基本的machine learning 也就是说好比像说k-means clustering 这个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这些都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比起deep learning可能成效没有那么好 确实 但是呢它需要的资料量没有那么大 而且呢它如果有bias 就是如果它产出来的问题 有偏见有问题的话 那你要找到这个偏见 从哪里发生 并且解决它的门槛 要低非常多 deep learning 你要让它能够做出解释 然后要及时的去更新 等等这些做法 那其实都需要比较大的投资 至少金钱上的投资 那但是如果我刚刚讲到这些 所谓上个世纪的machine learning 就是上个世纪 依旧开头 就有的这些技术的话 那其实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而且呢可以很容易的让大家 就习惯一个 我们刚刚讲人机协作的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那我举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在我们的就是 我们叫polis的这样子 一套系统里面 那我们其实从2015年开始 就运用这样子的一套系统 去做我们的政策的制定的讨论 那在当时呢 我们第一个使用的例子 是在UberX 刚来台湾的时候 当时大家吵得不可开交嘛 大家可能还记得 有些人认为那是共享经济 有些人觉得只是零工经济 有些人觉得说 这个对劳工会很好 有些人觉得 这对劳工是剥削等等 那所以呢当时我们就用了 所谓的AI powered conversation 但在这里的AI 就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这里面完全没有deep learning的成分 零deep learning的成分 但它完全是开放原始嘛 完全是open data 那它做的事情 就是用最简单的视觉化 让大家看到自己的亲朋好友 在UberX这个议题上面 属于哪一个意见的集团呢 它会做一个分群 所以这是一个实际的画面 那到现在呢 它已经是我们公共的 怎么讲民主的公共设施的一部分 polis.gov.tw 任何公务人员开一个polis 就跟开一个就是调查问卷一样 那么简单 在2015年我们首先 先把所有各方的主张 客观的事实的部分去公开 然后呢 有花三个星期的时间问大家 你对于这些客观的 关于UberX的事实 我们不要谈很抽象的理论 我们就说有人开车上班 上班的途中 透过APP认识的一个陌生人 接他上车 载他一程而且收他钱 而且他下班也做这件事情 他每天都做这件事情 那请问大家 对这个状况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感觉吗 每个留言都要用我觉得开头 那经过三个星期之后呢 我们透过AI辅助式的智慧 把这个群众智慧里面 大家彼此之间 都可以同意的一些感受 把它浮现出来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来制定 所谓的多样化计程车方案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UI很有意思 类似Slido 它也没有一个回复可以按 所以你看到 我觉得不管前座怎么样 司机地位如何后座 就是要保意外险 不能后座出了事情 竟然拿不到保险 你如果同意 你就按同意 然后你就会离我近一点 你按不同意 你就离我远一点 就像刚刚讲到 就是K-means Clustering 它把一个多维度的意见空间 因为每个人按了几次 同意不同意 就会开始分享自己的感受 所以每一次的感受 就多一个维度 那在多维度空间里面 其实每个点的距离 都是非常远的 但是我们透过K-means Clustering 可以把它聚集成为 比较近的一些事情 那接下来 就是我们找到了 这些不同的团体 不同的派系 那我们想要问的是说 那这样子在这个中间 有没有大家虽然满意 但可接受的一些共同的一些感受 那这些感受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个才是我们立法 或者是做法规调试的一些基本嘛 那么在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用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的这样子一种也是上个世纪的 机器学习技术 去把争点 争议最大的 放在X轴 然后把争议次大的 放在Y轴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状况 就是说我们及时会重新去把 争点运算出来 而且大家就可以看到 大家越来越靠近 越来越靠近 那这个呢 也是所谓的Clone Proof 就是如果你有2000个亲行好友 都来投完全一样的票 那其实它不会增加你所在的群体的面积 所以它所测量的是多元寒容的程度 那你真的必须要说服跟你意见不同的人 我们才会把它变成我们法规调试的参考 所以我们每一次跑这样的AI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出来之后 我们都一定会看到这个题目 变成这样一张图 只有5%左右的 包含什么是共享 还是平台 还是零工经济 是大家所不同意的 但是其实绝大部分人 最绝大部分的感受 包含说不要 宵假竞争 不要比跳表来的便宜 包含说一个司机 应该要有很多个 好像呼啸小黄啊什么 他可以灌很多个App 包含说在偏乡的这些 不管是教堂啊 还是这些寺庙 如果他们有白排车 有接送的需求 应该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合法 然后去收一些search pricing啊等等 那所以呢 其实真的大家都同意 Uber的司机 计程车的司机 都同意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就用这种纳税 纳保 纳管的方式去定下法律 Uber也不得不同意 所以现在Uber是合法计程车行啦 Qtaxi啦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偏乡的寺庙啊 这些教堂啊 也真的都组成了按需求反应式的这些车队 等于所有人都赢了吧 所以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如果一开始是用deep learning 用这个非常先进的NLP 用GPT3去读大家的留言的话 我们反而没有办法取信于大家 让大家真的知道说这个真的是大家的共同的想法 那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用了一些上个世纪的AI 所以我们才真的能够很容易的做到assistive intelligence 当然我并不是在说deep learning 真的有什么不好 transformer network有什么坏事啊 而是说在大家习惯assistive intelligence 这套想法之前 那是不是说与其跳到deep learning 难以解释之前 先用not so deep learning deep enough learning 来做一些good enough consensus 够好的一些共识 希望我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 那有人要追问吗 没有的话我们就回答 我是 来 请说 我再追问一下 就是刚刚那个我其实蛮想echo一下 就是我们在 因为我是harvard school public health事业的 那所以我们在做一些public health的data 我其实也发现到 其实用您刚刚说的比较上个世纪的 可能是principle analysis 或者是k-means 在一些data mining的statistic tool的时候 其实我比较能够有一个presentation 跟description about the data 或者是find的去发现这个原因 也就是我研究我的research的一个purpose 跟我比较能达到我想要回答答的recent question 但是有一些时候就是用比较高深的技巧 虽然我还没有学到那么高深 但是有时候发现这个paper上面的interpretation 就会比较维度太多了 就是那个dimension太多 就是那个dimension太多 那后面要回答的potential的一些factors 其实非常的complex 然后或许还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或是还没有办法想到的一些reasoning 就是那一个怎么样去解释它 或者是怎么样去有这个道理 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解决后面这个问题 就是没有办法马上the ramp在我们现在使用中 那所以没有我只是想呼应跟回应一下 所以有时候或许这个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地方用这个就是今天听到您说 把它讲这个assisted这个term 其实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您刚刚说的用眼镜这件事情 像我们的这个friendly environment 甚至我们现在在倡导高龄社会下 就是aging friendly的environment里面 其实很多assisted device 其实都在辅助我们 那或许未来这个technology 或者是这个科技这件事情 informatics technology 也可以当作是一种辅助 就是辅助我们在环境的生活里面更便利 然后更friendly 或更easy的部分 我都是在鼓冲跟echo这一点 确实就是也延伸一下你的想法 就是说我觉得辅具 就是辅助式的技术这件事情 它可以去想所有的AI 其实都是辅具 那这个其实也不是我提出来 Drexler最近就有一个叫做Comprehensive AI Services CIS的这样一种想法 就是说它是为我们这个社会服务的一些辅助式的东西 我们需要用 我们不需要不用 但是不是说削足势旅 好像说它因为要取代人类 但是这个外星人又不太懂人类的民情 所以我们反而要调整我们的社会 去迎合这个AI 那希望这个这样子的想法 我想慢慢会变成主流了 不会变成说好像就是前一阵子deep learning狂热的时候 好像什么东西都要削足势旅的那个做法 好 那我们看他有没有要分享的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回到slido 听众还要提问其他用口头verbal的问题 有一个听众说您觉得最危险 等一下我看一下 您觉得科技最危险的用途是什么 另外对metaverse的想法 您有看到Chem 谢谢 是 就是Deborah的问题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就是metaverse 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概念 Snow Crash就来的 那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虚实整合 但是它的重点是虚的部分就是比较重 然后实的部分比较轻 所以也可以说是所谓reality is just another window 就是我们可以随时切换视窗 去加入其他人的现实里面 所谓shared reality persistent reality等等 那所以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所以它变成今年年底到明年的发育词 其实我蛮意外 可能跟某家公司要洗白不无关系 但是我后来如何就是说 我觉得既然现在这个词这个这么红了 那我也借此讲一下 就我以前在说shared reality的时候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安排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应该是互动的人来一起决定 事实上这个是网机网路最基本的特性 所谓end-to-end innovation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如果一群人加在一起 他要发明biturrent 那就有了biturrent 他要发明bitcoin 就有了bitcoin 发明ethereum就有了ethereum 不是说中间有一个好像gatekeeper 去说这个发明可以 这个发明不行 那当然在我刚开始创业1996-97年的时候 还真的有这样一个gatekeeper 叫做微软的IE浏览器 当时有用IE跟没有用IE 是两个不同的宇宙 可以说是二元宇宙 那到了今天这个你有Facebook账号 没有Facebook账号 Facebook当然就隐行WhatsApp Instagram等等的账号 确实也是这种二元宇宙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原宇宙他要变成多元宇宙 不能是一个把人关在外面 或者把人寒阔在里面 只能按照他的想法来安排的二元宇宙 那所谓的多元宇宙的意思 也就是说任何人对这个share reality 有想法的时候 组成这个share reality的一些基本的东西 类似好比像我自己比较常用的 之前high fidelity的这个开放圆码 那后来high fidelity收起来了 可是因为他是开放圆码 所以我们就还是可以自己去跑 high fidelity 以及他后面相关的这些服务 那然后还有举例来说 像minecraft 那当然后面有很多这个open source clone 那所以任何人想要自己加一个伺服器 也可以很容易的加一个伺服器 然后呢在上面去实验新的这种经济模式 或社会互动模式等等 所以我想尤其是在basic education 就是在基础教育里面 我觉得我们要持续让学生有一种 就是东西坏掉了 那每个元件你都是可以控制的 所以你又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把它编起来的这个做法 不管是透过开放硬体 Arduino Raspberry Pi 做成的像空气盒子水盒子 这些我们叫climate science的东西 那或者是说刚刚讲到的这个minecraft high fidelity等等的这些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加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说好像又被圈进一个war garden 然后又来了一个IE only的这样子一个世界 希望我回答这个问题 那至于科技最危险的用途是什么 我觉得最危险的用途就是我们这一代 已经觉得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最重要的 我们宁可牺牲下一代的福祉 不管是二氧化碳或其他的温室气体 或者是说权力的过分集中 让下一代没有办法有跟这个 伟大的领导人不同的审美 或者是其他的事情等等 就是说这一代不要为下一代做决定 不要为我们还没看到的下两代 下三代做决定 那我们如果迷信我们现在这一代的科技 然后就过度的去决定了 接下来两三代的生活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科技最危险的用途 因为这事实上实在让我们没有未来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就看还有没有要追问 或者是要用讲的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就会slide OK 还有三题 好 那这个朋友问说 请问要怎么样提升民众对于假讯息的评判 并且辨别是否假讯息 并且造成危害的网络知识 就是敏感度还有媒体素养 那这个当然教育部真的有做蛮多的事情 你如果找mlearn gov或者是媒体素养教育资源网 在上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学习教学资源 人力资料库等等等等 我就不在这边背书 但是对我自己最有帮助的是 G0V临时政府的一个网站 叫做cofacts.org 那事实上我妈都常常在用 就是你随时在line上或在哪里看到一个 你觉得可能是谣言的这个讯息 你就直接在这个网站贴上可疑的文字内容 然后按快速查询 不管是关于肺炎的 关于轻松赚钱的 还是关于抗癌的 这是目前而知最高的三个标签 还是什么别的 你就可以直接的去看到 就是这个讯息到底后面是怎么回事 那当然如果你经常使用 你也可以开line加好友 那这样的话你 不管是这个转传给他 或长按讯息 透过line的那个内建功能给他 那都可以让我们第一时间就参加这个查核 而且你也可以学到整个查核的结构 那另外我想就是之前大家会觉得说 你邀 比如说Husco的梅玉仪等等 到家庭群组里面有时候会造成一些人际上面的一些困难 那所以呢你可以去邀一个主要其实是防诈骗的 就是趋势科技的防诈达人 因为毕竟相信趋势科技的人还是比较多 但他们的后端都是真的假的 都是cofax的这个资料库 所以防诈达人他就是现在好像包含影像跟声音也都可以了 可以让你这个不受这个网络诈骗什么所影响 但是又顺便可以去做一些假讯息的澄清跟危害的防治等等 那当然Michael Penn或者是台湾市场核中心 台湾有非常非常多这方面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如果你也有一点时间当志工的话 有点像淨摊嘛 他们都会办一些活动 然后他就在那边淨摊 就是实际的去把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些假讯息都进行澄清 那也可以考虑来参加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回答一个又有一个 那有个问题问说 关于cryptocurrency 就是虾米货币 那给政府怎么样子的建议 那full disclosure 我自己是目前 同时是我们行政院政委 但是我也在国际非盈利组织 没有拿前院长批准的情况下 兼职当理事 所以我跟Vitalik Buterin 就是以太方的那一个 跟Glenn Wild等等人 我们目前也是一起在主持 Radical Exchange 这样子一个基金会 那它是一个国际的非盈利组织 那这个组织它的特色 就是说我们不要把cryptocurrency 当成取代央行的东西 相反的我们应该把cryptocurrency 当成协助中选会的东西 也就是说把它主要价值 分散式账本的主要价值 不是放在金钱交易上 因为说真的 台湾的法币 也就是新台币的公信力 真的还蛮高的了 我们跟其他的国家 就是法币快要没有公信力 只好用加密货币 真的不太一样 所以不管我们未来要 在合适的场景推CVDC 或者加入国际的分散账本清算等等 它不是直接去跟新台币对冲 那但是呢我们在链圈所看到的 真的有非常多很好的 一起治理的这个方式 像链圈对Police也是非常的喜欢 链圈他们那边以太方的 很多人用的投票的方式 平方投票法 那我们也拿来 用在我们总统杯黑客松 跟总统文化奖的 青年创意奖的使用上面 那包含平方融资啊 或者是我们所谓web3.0 就我刚讲到多元宇宙 我们是把程式码复制 放在每个人手上的资料上 而不是把每个人的资料复制 但全部集中在有程式码的人手上 这个也非常适合我们的民主的发展 web3.0的这个愿景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来协助我们的治理 能够更加的让低线的朋友 能够获得更多的治理的发言权的做法 那这部分我觉得链圈非常有帮助 因为他不得不去承行 不得不去提高这种分散式治理的正当性 因为他并没有传统上面的军队跟警察 来建立正当性 所以他们所做到的这些 大概都是社会创新 而且当我们在国家这边来运用的时候 就可以更确保我们的民主的深化 因为是把决策的权利交还给每一个人民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治理的实验室 是一个很好的伙伴 但是不一定一下子就跟中央银行有什么关系 那当然如果你觉得我讲的不对 你就是要跟中央银行对着看 那我们是有金管会的金融创新实验条例 也就是金融沙盒 金创园区等等 那非常欢迎透过沙盒制度 来证明你的想法是对的 但是我目前的专注的 还是在民主深化跟国际连结上面 好 那有一位朋友问说 请问网络共同治理的这种开放创新协作的模式 觉得是由上而下 或者是由下而上 比较好推动传播 还是比较好倡议呢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说由下而上 是要所谓的scale up 对不对 就是一开始有一个critical mass 然后接下来就让更多人理解这件事情 让决策阶层觉得非用不可 那但是呢由上而下 有时候可以scale out 就是说本来只有在某个地方比较盛行 但是因为我们由上而下 说这是全国性政策 所以突然间scale out 每个城市都必须要使用 每个乡村都必须要使用 那scale up scale out 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 那但是呢我自己的想法呢 重点我觉得还是要scale deeply deeply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去确保说我们的这种共同的治理模式 不是在一个单一的大的案子上面 我们再来讨论button up top down 而是说随时随地 就好像我们今天要开一个报名表 很多人会去开一个问卷一样 如果大家都有同样的这种很自然的 那我们就开一个slido 我们就开一个polis 我们就去用这些新制图 线上像mirror这些工具 我们就很快的来做一个brainstorming吧 想到什么我们就直接去找这些人 进入一个共笔吧 养成共笔的文化等等 那这些每一个看起来不多 但是呢其实体制里面的公务员 也都是相民 也就是说他们很多的年轻的公务员 其实是资深的相民 他们本来就很习惯这种共同的治理 所以我们在行政院里面 我们在做的事情 就是scale deeply 有一种很深度的一种 在他的行政工作里面的结合 好比像说2017年 大家一起来画报税的软体 因为报税软体 当年说难用到爆炸 你如果不用windows 就是能用java applet 那天java applet一停用 虽然都报不了税 2017年5月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所有抗议的人 我们通通邀进来 一起来画这样子的明年的报税软体 变成web based 但是当时主持讨论的 就不是我们的财政部的人 而是可能海巡署还是什么其他不相干的部分 因为他自己下了班 他也是要报税 他是站在民众这一边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有一个跨部门的scale deeply 这样子一个partnership 伙伴关系就出现了 可是等我们真的要讨论海巡署海委会 上海致敬 关于钓鱼冲浪等等的题目的时候 反而可能金管会或财政部的同仁 来担任小组长来引导陶哥 为什么因为他下了班也是去冲浪钓鱼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就不是top或bottom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across silo 就是由内而外由外而内 大家发现说我们是有共同的价值的 所以这个重新也可以共同一起来做的这个做法 那我觉得这种cross sectoral partnership 跨部门的伙伴关系 才是推动传播跟倡议的最根本 那你只要有这样子一种 跨部门的分工合作的这种习惯 那有些适合由上而上 有些适合由下而上 大家很快的就会达成一致的见解 好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人要追问的话 那请问您 以群众智慧的共享 assistive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在操作跟执行面上面 要怎么样公平公正的 代表着每一个individual option 并且integrate the public consensus 来一起来达到社会层级的这个创新发展 剩8分钟 然后我要回答这种感觉就8个小时 seminar的题目非常好 那我尽量尽量试着回答看看 那大家都知道说assistive intelligence 我刚刚讲到的就是alignment and accountability 那要怎么样实际在社会上面实践呢 那我之前有一个讲法嘛 叫做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 就是数位的社会创新 那为什么要强调社会创新 而不是产业创新 industrial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想到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AI大家都跑去想autonomous machine intelligence 就是可以取代掉整个人的那种机器人 什么机器人三原则的那种东西 那立刻就变成centralizing decision authority 就把所有资料都集成起来 然后就1%的机器做决定就好 99%的人被做决定 所以我们首先就要先翻转这样子的想法 我们要主张说 其实assistive intelligence 现在就像刚刚提到的 不管眼镜啊 或者这个噪音消除或polis 其实已经在帮助plurality 已经在帮助我们忙了 那所以我们与其去想那种未来的terminator那种东西 我们不如专注在现在 也就是with the people 跟大家一起创新 不是for the people 不是为了所谓的公共利益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规划 具有三个特质的创新的空间 那就是fast fair fun 也就是快速公平有趣 那快速的意思就是及时任何新的见解 新的想法 我们他这个扩散的速度 好比像说在ptt上面 李文亮医师说有华南水果海鲜市场 有7个sars 在别的地方也扩散了 但是在ptt上面 大家花24小时 各自用各自的专业 我们立刻就发现他讲的是真的 而且隔天我们就开始登记检查 那为什么这样 就是因为他是aligned ptt不卖广告 他也没有股东 基本上就是参加的人 透过共同治理以及开放的原始 去把这个快速的回应 的迭代的那个方向引导出来 一旦他被这个广告商 或随便什么别的股东的利益 所取代的时候 其实你就没有办法看到这种活力 那当然你会问说 是只有能上bbs的人 才能够算在群众智慧吗 不是啊 任何人打1922 这个说粉红口罩 他是小男生 不想去学校 那隔天他看电视 马上所有人都穿粉红口罩 对不对 那这个打1922 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 bring technology to the people 这样子的话 任何人就算他不能上网 也可以参与我们的共同决策 那刚刚讲到 data collaborative 资料协作关系 那其实他不是一开始就fair 而是我刚刚特别强调 就是他有bias的时候 第一线发现bias的人 可以很容易的来纠正这件事情 而且是提出他自己的做法 而不是说只是否定前面的 抗议前面的这些做法 那像今年 其实纸本的十联制 我们没有废除 但是当减序十联制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要求大家 非用不可 可大家都用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不是政府发明的 那些就是实际上在做十联制的这些 公司机关团体 所有这些朋友 他们花了三天 绞尽脑汁 看了国外的各种想法的时候 最后决定说 好那我们就要存在电信商里面 而且这个电信商不能知道 这十五码是什么意思 那个又存在另外一个地方 他运用了多方的安全计算 multiparty security的这个做法 去确保说任何单点的突破 都不可能去侵害任何人的隐私 那只有这样子的情况 它的可信度才会比你给一个名片 给一家店的店员 要来的对某些人来讲稍微高一点 当然你如果觉得店员比较值得详细 那你继续用纸本说真的 我也是没有任何反对的意见 所以同样的在有选择 而且看到问题 可以立刻改进的情况下 才有真正的fairness可以说 那当然最后fun就是乐趣的部分 也是非常重要 我刚刚讲了一些基本的东西 包含戴口罩请洗手 包含保持这个社交距离等等 那当然都是在大家很容易remix的 可爱的总裁的协助之下 才让一些平常根本就不是在想创新的人 也能够进入一个创新的感受里面 不会觉得这好像硬邦邦 只有工位的专家才能够说什么 我们的设计师画家艺术家等等 也都可以在这个中间有所贡献 其实我们用CC授权也不是疫情这两年才用 大家知道我主持的盟点 就是教育部把各种语言的词典都CC授权 那文化部这是总统府的建模 各种4K点云等等的建模也是CC授权 那当然我自己的照片也被乱搞成 各种各样的迷因 当然也是因为这是CC授权 你来用我是不会告你的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回答这个问题的题面 我们才能够确保说 public consensus是integrated in a pro-social way 不会diverge掉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实际的办公室 原来路三段九九号 大家来这边找我聊天 聊40分钟 远距也好 或者近端也好 全部每个字都公开在这个完全CC授权 public domain say it的这个网站上 或者是透过YouTube用CC授权 公开在我们YouTube频道上 那我就发现说 因为有这样彻底透明的这种环境 所以所有来找我的人 很多lobbyist来找我 不是没有人来游说 但他游说的那个利润 全部都是我们的永续发展 全部都是下一代子孙的福祉 全部都是基于公共利益来利润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全部都是透明的 他如果讲一些只对他好 牺牲别人牺牲后代的东西 后代看到这个时候会跟他算账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一个pro-social space 一个public space 这个地方就是空总 把围墙全部拆了 所以这基本上就是一个 类似公园一样的地方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数位 或者在实体 都要有这种类似公园 类似大学校园 类似集会堂等等的这些地方 让大家来进行民主的讨论 如果我们在线上不用公共的预算 去投资这些基础建设的话 那大家在讨论关于公共政策的事情的时候 就被迫只能去Facebook这种 就好像在一个夜总会里面 到处都有人抽烟 这个有成瘾性的酒精饮料 你要非常吵的音乐 要大声喊才能够被听到 偶尔还会被保镖请出去 等等的这些地方去进行公共讨论 那同样的人完全同样的一群人 在这样子的夜总会的地方 那大概是很难 integrate into consensus 大概很容易就 divide 但当然我们现在八大行业开放了 我绝对不是说娱乐有什么不好 我的意思只是说 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民主进程 放在类似像是夜总会的这些线上的地方 希望我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我们时间是不是也到了 是不是今天就先这样 好那谢谢唐正伟 那每一个来我们Hovertable演讲的speakers 都会收到那个我们的精致的营利 Hovertable Mag 不知道你有收到我们的感谢小礼物吗 那个马克菲 之前那个赖清德学长张东盟学长 他们去年和前年来的时候 好 谢谢因为我telework 所以我明天这个去开院会的时候去看一下 OK好 那在这里我们就是以最热烈的掌声 我们可以按那个掌声拍手 然后就是来谢谢 那也让韩正伟今天精彩的演讲 让我们收获很多 那在此我们就可以结束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要说几句话的 我们谢谢我们谢谢这个正伟 今天宝贵的时间要给我们分享 谢谢非常谢谢感谢 谢谢会长 谢谢会长 好 那我们就准时今天可以的话在这边做结束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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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